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旋風式訪問台灣 他一落記 就由專車 直接送去留宿的台北軍越酒店 這間酒店 曾經入選旅遊知名網站 全球十大猛鬼酒店 多年以來 都有不少都市傳說 據指原子 在日漸時期去營場 所以被處決的囚犯 和俘虜 花城淵寧 在附近一直徘徊 在酒店大堂 更加有兩道大型的符咒 有指是酒店 特意請法師作法 用來鎮住禮鬼 天花板上 也有巨型的同僚 密明師在2019年 到台灣旅行 就入住了這間酒店 他在社交平台曾經表示 晚上關了大祭 仍然有盞燈斬斬下 韓國女星金言征 在01年 到台灣參加金鐘獎 有指他回房休息時 發現房間的電視 不停地開閃閃 就算他將他插鬆拔了 電視也照樣開到機 螢幕上 更加慢慢出現了一個 沒有五官的頭 嚇到他將狂奔逃走時 才發現被靈異的物體壓住 全身都動不到 事後他漏夜推訪 對,好嗎? 對,好嗎? 好嗎?